Hello 宝宝们好 今天接着分享配仓朱丽叶 傅宠女士这只香水 前调是香柠檬和薰衣草 主调就是玫瑰和广货香 广货香的香气属于药草香 木香 香气浓郁而持久 广货香本身的钱 猪 尾调的变化不大 不同产地的广货香在前调上会有所不同 有的前调会微微的酒香 有的是果香 品质好的广货香香气 能感觉到强烈的沉木气息 广货香的主要成分有 广货香醇 玉创木稀 石竹稀 懒香稀 这只复仇女士香水 整体香调的结构并不复杂 广货香的药味也不会特别强 并没有让人觉得反感 香草和清淋的搭配降低了玫瑰的甜度 能够让人感觉到这是一只 有灵性的 有厚度的 湿润的玫瑰 尾调会有一点点脂粉香 但不是廉价的那种 作为复仇女士不是来寻仇的 而是来寻情的 表面看似妆摇舞爪 特别凶悍 但其实内心是非常柔弱的 一看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就放下了全部 这只香水适合身材高挑霸气的女生 比如演员蒋欣这样的类型 不太适合软妹子 文青 她的伪调也太过温柔 也不大适合男生 这只香水会跟Nasiso For Her E.D.P.粉皮的那个很像 因为是同一个调香师 Francisco Cugillo 但这只复仇女士会比For Her 更温柔一些 同样使用玫瑰和广阔香为主调的香水 还有 Francisco Cugillo的月光广阔 如果拿三只香水来比较的话 第一只Nasiso For Her 第二只 复仇女士 第三只 月光广阔 那我可能个人而言 会更喜欢月光广阔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宝宝们还想知道 配枪朱莉叶哪款香水 评论区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